然后租客就follow up 就跟踪看说我的房子我搬走了 我租了一个高价房 心里头这条气还是有点不顺嘛 所以就一直跟踪住 发现不对呀 你买下来房子你怎么会租了 然后就送法庭 一送法庭送了四个人 第一天送他的landeroy 就是卖家 然后卖家一看到收到信就傻眼了 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话题是 上一期也就是今年四月份 我们做了一期讲座 就是说投资者买完房子之后 然后被租客告上了法庭 那今天要分享的是下半节 也就是说这个大结局 大家对这个安省的租赁法要了解 你就会知道 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多案例 最近很多这个在多伦多买卖房子 安省吧 我们主要讲多伦多 很多这些买卖房子 这个投资房子 特别是在买卖投资房之后 这个租客会把这个业主 还有把这个listing agent 也就是卖方经济 还有买家经济 还有买家投资者 或者是叫投资者吧 就是说都送到了法庭上去 最近发生的案例特别多 因为在安省这个租赁法规定 基本上都是保障租客的 但是也有保障业主 也就是卖家 如果你要是说保障的最多的这两项 就是最明显的 就是说如果是业主 你租了房子之后 你想卖掉这个房子 那你就被保障有两个条款 第一是你自住 或者你家里的直系亲属 拿回来自住 这个你就可以把房子拿回来 然后跟租客解约 那第二的就是说卖房 如果你是一个房子 真的是卖 拿到市场上去卖 然后你也可以跟租客解约 但是好了 反向过来就是保障租客的条款 多于保障业主 这个租赁法上面就规定了 你要是卖房子也好 你拿回来自住也好 但是首先你要做到这个步骤 还是要按部就班来照顾这个租客 首先卖完房子 租客还有权利 60天两个月的这个时间 你要通知他 让他去找房子 好了 他找到房子之后要搬走了 然后他还要收到一个赔赏 就是一个月的租金 补他钱 因为最近房价账的太 就是租金账的太高嘛 然后租客的这个 再找房子的时候损失很大 所以他需要点补偿 那再有就是说租客的 在这个过程中 你通知他60天之内 他还有一个skip closet 就是说他10天之后 他就可以拍拍手说 我随时都走了 我不需要等到60天的底 这个也是卖房 也就是landlord的这个许施 也要接受 好了 这租客就有这么多条款 这么多条件保护他 为什么安省会这样做呢 就是安省的这个政府 就是landlord tenant board 会这样对待这个租客呢 这个条款早就有 但是大家一直也没使用 那就是说因为以前的这个租金上涨的这个速度啊 比较慢 都是按照安省的这个政府规定 零点几啊 一点几啊 二点几啊 今年是二年五啊 那在这种情况下 他的房子里就按照政府来涨价 租客走出去 他也拿不到什么特别多的这个赔偿 那在这种情况下来的时候 在早些年大家都没介意 也不再用 但是最近这几年就发生了特别多 你像租金一占好几百块 那租客一搬走就要补 一年就是好几千块钱 所以租客就可以take advantage来做这件事 所以那最近就发生了特别多 在这个多伦多吧 就讲多伦多了啊 当然是安省之下的这个租赁法的条款 但是在多伦多最近发生了特别多 就是说房子卖完了之后是投资房 只针对投资房 房子卖完之后 然后突然间救租客就把这个卖方的经济 跟landlord也就是卖家 还有买家的经济 跟买家四个人送到法庭上去 那发生了这样的一个case啊 最近又发生了一件 就是一单case 好那是什么 这个租客在前几个两三个月前 不是抢offer吗 然后在交接的过程中 大家在谈判的过程中 在这个买卖合约里没有体现这件事 业主认为我只要补你一个月 给你六十千通知 大家都这样 common sense嘛 都认为这是诸赁法的规定 我就照做 好了你就租客就走吧 当时在买卖合约的时候 也没签说你是自住啊 还是拿来出租 也没提这件事 业主就认为 我只要给你足够的赔偿就可以了 然后就把交接什么东西都做好了 卖掉了 然后新买家也买下来了 然后新买家买下来之后 也没介意 也没理 就直接拿出来就出租 然后租客就follow up嘛 就跟踪看说我的房子我搬走了 我租了一个高价房心里头这条气还是有点不顺嘛 所以就一直跟踪着发现不对啊 你买下来房子你怎么会租了 然后就送法庭 一送法庭送了四个人 第一先送他的lander 也就是卖家 然后卖家一看到收到信就傻眼了 然后就说好赶紧找他的listing agent 然后listing agent也参与了 然后就是再找到这个买家的这个经济 然后再找到买家 这四个party就开始协商 那当然是lander卖家 跟他的经济 还有买家经济 三个人先沟通 就说这样怎么办 那买家经济就说 我当时买这个房子的时候 你也没问我 我也没有告诉你 我也没有说我租 我还卖 这个没有讲 那就是spouse spouse我是买下来就是租了 但是卖家就火了 说这个不可以 因为大家至少你要给我一个 off david by rules 他有权利申请 但是都交接完了 大家才发现这件事情 都来不及做这件事 后来怎么办 那就说 那就大家各自咨询自己的律师 那律师就告诉所有的 就是party 除了这个租客的权益最大 基本上这四个party lander就是卖家 他的经济买家的经济跟买家 基本上他们四个人都有犯到了 这个lander and canon board的这个 rules regulation 这个条款他们是触犯了 那怎么办 那就是上法庭了吗 在这里上法庭里 通常就是说先做一个mitigated mitigated完了之后 就说大家先协商 协商好了 条件可以了 那也就算了 好 那就不用再上法庭了 如果大家都不同意 那就是法官锤子一敲 你赔钱赔多少 那大家都知道有错嘛 多少多少少是犯规了嘛 那怎么办 那就是花钱了 好了 这通过协商 每个部分都拿出来一部分钱 就补偿这个救租客 那这个救租客里 当然他也不能说养他一辈子嘛 对吧 这个也没有说什么残疾 没什么 只是他的选师有 那就怎么办 那就说协商说 用一年内这个选师的差价 就是他旧租金的价格 跟他新租金的价格的这个差价 一年再加上他的管理 就是说他在搬家的时候 清洁呀 费用啊 还有这个搬家费用啊 这些加在一起是多少钱 一个总数 大概在一年之内的差价 就是一年以内的差价 再加上他的费用 大概也八千左右吧 好 每个人就付个两千来块钱 解决这个问题 好 那这个case 那就说大家就不用再继续上法庭了 就解决了 好了 我们讲回来我们的大结局 我们当时在讲这个 投资者买完房之后 被租客告上法庭 当时讲的时候 我们还没有上法庭 只是收到了法庭的通知书 那我们现在就讲说 如果你要是在看这个视频的 这个观众朋友啊 那你就是说没有看到上一期 你可以看我们这个 今年四月份的这一期的讲座啊 然后的话题是一样的 只是上一段 现在我们讲的是下一段的结局 大结局 那就说我们当时是这样的 大致上在买卖合约 这个case跟刚才那个case稍微有点不一样 但是也是属于同类 我们当时签合约的时候 就说我们这个case啊 当时签合约的时候 是业主也告诉了租客 说是这个房子 你搬出去的时间是两个月的通知 然后呢 补偿一个月也是做足了 按照这个租约法做的 也问了这个买家说 你是自住还是投资 那买家就说我是自住 好了 那这个租客也觉得OK了 那也没办法说不搬嘛 好 那就说按照顺序走 就是说一步一步的 就按照这个租赁法的这个规定来做了 好了 租客最后很圆满 一切都很好 交接成功 什么都做完了 由于这个买家的家庭状况转变 他拿出来找了个经纪给他出租了 他租租完了之后 这个租客就发现这个问题 他就过了大概好多个月之后 才发现他出租 然后这是去年发生的这个买卖交接 然后到了今年年头才开始 法庭才接受这个案件 然后就是说一看 说原来他这个在文件上 买卖合约上上面写的是说自住 最后他买完之后 由于他个人的原因吧 我们不探讨 那就说他拿来出租 这个也触犯了这个租客的这个利益 租客如果是知道他当时是买来自住 那就走了嘛 如果知道他是说是出租 那他就可以有权利使用一下说 我可以不搬家 租金我们协商也行 但是错就错在这么一点点 当时他是说自住 后来改变了态度 或者是家庭状态 那他就出租了 好 租客就没有这点权利 好了 就告到法庭上 告到法庭了 那这个买家就就很认真了 就开始当时觉得没事啊 我就是买来 我也不认识你 我自住 我现在改变了状态 我家里状态改变 我可以拿出来出租 我也不想空在那里赔钱嘛 好了 我就租了 后来就一看收到法庭的通知 他才认真地来对待 就请了律师 跟律师协商 最后律师就告诉他 就是刚才讲那个点 他大错没有 小错有 那就说触犯了这个 Landron Tenant Board这个规章制度 好了 那怎么办 那也是一样啊 上法庭排期了嘛 也有日期了 那先怎么办 那先第一天 那大家先协商 双方律师协商 那就省了上法庭先嘛 这是第一步 好了 一协商 当然租客要求很多赔偿啊 但是问题是租客 也只是搬家 该得到的全得到了 按照手续也都是正常的 只有这个买家 当时家庭变故 然后才拿来出租 那你也不可能说 也养你一辈子吧 对吧 插家插一辈子 养你一辈子 那最后就是说 用一个最基本的这个补偿 也是一样 他的搬家费 他的清洁费 他的这个差价 大概也用了八千多块钱吧 左右 也是一样 最后大家塞头当了 好 那就说 补钱 那就是买家 补给这个旧租客 然后补完钱之后 大家就 这叫撤数 好了 还好这个租客 双方都有律师嘛 这个买家也有律师 租客也有律师 他们俩协商 完之后 律师作证 然后公正把钱交接 然后就做完 最后就测数了 好了 那这个讲回来了 说我们这些投资者也好 作为landler也好 大家都发生了这个问题 那作为经济 也要明白这个问题嘛 其实呢 在YouTube上面 可以学到十分钟的 但是你看 这种两个case 大家都花了那么大一笔钱 才学到了这个case 下一次一定不会犯错了 这个是一定的了 但是 这种租赁法的规章制度 大家最好还是要 如果你是做投资者 你必须要了解一点 还有这个经济 特别是对这个新来的移民 买了房子投资 也不懂 也不知道 那你就要找专业的这个人士 向我们 找一些 懂得这个 经济 还有这个物业管理专业的公司 他们会帮到你 然后给你一个建议 或者在买卖的时候 或者在做租物的时候 你怎么样不要触犯这些条例 最后还是拿钱 给的更多钱 本来是想省点钱 但是给的更多 在这种情况下得不偿失 所以建议这些新移民也好 这些业主也好 如果你们需要这些 那就找一个专业的公司 像我们揭达地产 地产公司跟物业管理公司 就做了二十多年了 大家都对这个很了解 所以如果你有需要 可以资讯我们 随时都可以联系我们 如果你是一个地产经济 我相信你已经就有读这些科目 然后也在网上可以学习到 所以尽量避开这些不必要的麻烦 所以这个虽然是很无奈 但是触犯就是触犯了 然后而且差价太大 这个诸客就有这个时间跟精力 去来跟这个利用他的权力 来追讨他的这个所得 所以对我们作为经济也好 作为这个投资者也好 是有点很无奈 但如果我们懂得的话 这个就是很好的一个回避 提早就做了 就是在文件里 加上一个条款就是了 所以你就可以避开 好吧 那我们到此为止 说如果你有同样的问题 或者你想咨询 随时联系我们 欢迎大家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见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